我這次的步道用了概念比較像彩虹雨 所以我讓顏料它是自然的流落在這個步道上面 一般雨給人家的想法會比較偏向說憂鬱啊 或者是比較陰沉一點的 可是我故意用了很繽紛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多時候你的快樂或者是你的喜悅是自己給自己的 所以我讓我自己設計的阿如這個人偶被彩虹雨包圍著 然後感受這個世界給他的很多喜悅這樣子 在創作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正好是疫情的期間 你看著外面發生的事情會有點擔憂和擔心 可是在創作的時候它跟我以往創作的風格還是一樣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是療癒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心中可以有快樂 在看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的時候也會很快樂